美股股指期货 也开始转跌 在首日开门红后不少分析师 对于美股2019年的走势 整体保持乐观 但也提醒称 2019年的波动率 可能更剩2018年 美股期货先涨后跌 2019年首个交易日 美国股指期货的奏告 预示着 晚间美股货将迎来良好开局 即至1月2日 压盘开盘前 标普500指数3月期货 合约上涨0.54% 到琼斯三师指数期货 上涨0.54% 纳斯达克一买指数期货 上涨0.74% 美股期货指数的这一上涨 无疑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 停摆新进展的提诊 最新消息显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 邀请国会两党领导人 于1月2日 参加关于边境安全的简报会议 并暗示他希望达成协议 以结束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的局面 这被认为是白宫与国会可能重启谈判 以打破僵局的第一个信号不过 受这一好消息提侦的美股股指期货涨势 并未传递至亚太市场1月2日 MSCI亚太指数 日本除外盘出微涨0.14% 但各主要市场均低开货平台 香港恒生指数低开0.1% 韩国首尔宗旨 2019年首日盘出变动不大 澳洲ASX200指数盘出跌0.4% 日本股市今 明日两日因元旦假期休市与此同时 进入亚盘后标普500指数 3月期货合约下跌0.54% 到琼斯三师指数期货下跌0.52% 纳斯达克一买指数期货下跌0.53% 今年美股波动货家具纵观 2018年标普累跌6.24% 道指累跌5.63% 纳指累跌3.88% 晕创2008年以来 最大的年度百分比跌幅 纳指由此终结了6年连涨 标普和道指也出现了三年以来 首次年度下跌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零售银行投资策略主管 吴京京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2019年考虑到风险回报状况的 改善美国股市或带给投资者 更高回报 分析历史数据 当CPI通胀率 维持在2%至3%区间时 市场预期失盈率 或为18倍左右 花旗的收益率模型 以及恐慌惊喜模型数据分析 结果均显示 未来一年股市路德正回报概率 高达90% 他称 从基本面来分析 美国上市公司盈利 依然表现强劲 当前市场过度抛售 因此 去年年底市场的流动性趋紧 以及恐慌情绪蔓延 反而为今年的市场 创造了反弹空间 当前或是投资者 冯迪希娜的时机 基于经济基本面 我并不认为 市场应该出现 此前的调整市场 最终还是会回归理性 基于此 我认为 美股的底部已被确认 内信首席 美国股票策略师 哥卢布 Jalagan Golub 表示 一个积极因素 是远期失盈率 已经从2018年初的 18.4% 降至15%以下 他还预计 标准普500指数 2019年的目标价位 为2925点 虽然预计 今年将获得正收益 但策略师也普遍认为 2019年 市场波动率 会在上下震荡的过程中寻底 吴京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在经济增长趋势 尚未改变而风险事件 有如影随形的背景下 市场将持续高波动 一位匿名的扎打分析师 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2018年全球市场动荡 异常而扎打 预计2019年波动 将进一步加大比起风险类资产 建议多持有现金和配置债券类资产 QMA首席投资策略师 兼基金经理 Gian Atkin 表示 去年12月 是他交易最活跃的月份之一 他在每一次反弹中卖出 直到12月最后一周 他开始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大量股票 这是一个交投非常活跃的月份 我们通常不会在一个月内进行大量的交易 我们仍然保持谨慎 GN说到 除了美国联邦政府停摆 美联储加息 更无疑是美股消息面的主导因素之一 随着美联储2018年的最后一次加息决定 落定市场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回调